陳委員早 你們還沒做到的部分我再提醒你一次 11月4號是高經委員主持的會議 那本席有問到這個少祖文化傳承區的部分 那處長有表示說有明會將會組成一個專案匯報 那所以呢本席有要求說你們要每個月向本席來報告進度 那麼高經委員呢也才是 我現在念一下讓你恢復一下記憶 就是說高經委員說陳委員雖然非本委員會的委員 但方才就少祖文化園區一案所提的詢問 請袁明慧與美月向陳寅委員提出書面報告 並分送本委員會委員各一份 請問你們做到沒 這個都張處長 我想這個不用 應該不用講 因為今天12月幾號了 已經過了12月中了耶 今天16號 我們什麼都沒有看到什麼都沒有聽到 我相信 內政委會的委員沒有收到什麼主席應該也沒有收到吧 對啊 但是我一直知道都張處長在這段時間一直都在跟 我知道我知道 如果沒有我就知道你們兩位都很認真啦 我想那不是 我現在重點不是說誰誰認真誰不認真 我是說我們要求的事情你們已經答覆主席才是了嘛 那你就要就要每個月來呀 好我他說兩天 三天以內再衝過來 不過下次請主委重視一下你們在委員會所做的承諾就必須要做我想陳寅委員在意的是這個 而不是說三天之後再說 不會要求同人 謝謝 好那個處長請回座啦 還沒有完呢 還有啦 上次在11月15號 空委員主持了 那本席也問到了這個建國百年到底是用哪些科目來編列這個預算 那麼你們說 就是說我有要求說把資料整理好送到我們辦公室 到現在我也沒看到啊 誰負責的誰應該送的也沒有 企劃處 這個很難嗎 麻煩企劃處今天有列息嗎 這個很難嗎 處長 還沒有送吧 有沒有送 啊為什麼 我們會會 這個我會以後要一定嚴厲要求好不好 好我們請主委真的再一次的重視一下你們在委員會所做的承諾 還沒有結束還有哦 也是11月15號 我提出的質詢哦 就是在有關於這個三地鄉瓦斯補助費的部分哦 那我希望就是說 呃不要只補助到三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的部分也應該要 呃要 cover到 那麼主委說 呃你們會去進行溝通 請問主委你們去你們去溝通了沒有 你們去跟相關單位溝通了沒有 還沒有協調 我也會要求抱歉委員 嗯那我後面還有還有要不要繼續講 呃我想我統我統一好不好 就是我馬上清查這個上一次會議的這些我們承諾的事情我立刻請我們的處事主管 我記得我記得我記得那個呃高經委員曾經有講過有提醒你們哦 就是有講過一句很有趣的話啦說那個鼻子會越來越長 麻煩注意一下啊 那個答應人家事情就要做到不然你就變成放羊的主委啦 是是 我我我會會嚴加要求 這樣好好 欸接下來這個齁這個質詢這個議題我已經講了千百遍了齁 可能主委都已經會被我的這個質詢內容了 但是呢呃我們不希望我們的馬總統也變成一個鼻子很長的總統 所以我今天呢我再重複一次總統的政見 然後再將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有關於這個原住民的這個呃部落的這個經濟建設基礎方案的這個條例嘛 那所以呃我想那個主技處 來請主技處的專門委員 你注意聽一下哈 那個馬英九的政見的那個內容項目是什麼哈 在馬英九的競選 徐代言檢認視察 在馬英九的這個競選政見有關原住民的部分哦 他明確的表示說政府因編列四年五百億專用於建設原住民鄉鎮的農路 產業道路 橋梁提防 護岸 水電 消防 邊坡水土保持 以及調查 安置安全堪移之滑動部落以保障原住民生命財產安全和保育國土 好這個內容講得很清楚 那你剛剛在打尋高金委員的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你說有政府有編列 還包含了特別預算 我想你講到特別預算就死悄悄了 因為這裡面講的幾乎全部都是應該都是用一個新的新的預算來而不是拿以前就是說現有的公務預算更不是拿什麼特別預算來這些來這邊充數所以我們每個委員都很生氣四年五百億變成一個謊言那也讓這個四年五百億的草擬人孔文吉委員變成一個謊言 一個豬八戒裡外不是人 他很懊惱啊我們也替他覺得很不直啊 因為我覺得他提了一個這麼好的案子但是執行上執行起來結果實際上卻變成反正他就變得很難看啊他裡外都不是人真的我們也不曉得應該要同情他還是要該什麼樣我不知道 所以我想再請教一下那個我特別再強調一下 在2008年9月21號跟11月20號 馬英九又分別在南投廬山勘災的時候呢 有在成會將會編列四年五百億的預算 那麼在這個台大校友會館喔呃在孔文吉委員主持的一個座談會裡面也再一次的表示喔就是說呃這個四年五百億不會跳票會逐步兌現那所以我在這邊呃請教主席處馬英九有沒有指示你們說不要編列這個預算 跟委員包括沒有沒有齁那行政院那邊還有沒有有沒有指示你們不要編也沒有也沒有那好那所以阿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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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Nicolas moto 不會反對吧 可是我們的立場還是會表達 可是我們行政院已經有核定一個就 原住民主基礎建設方案就四年五百億的建設方案 確實是有 那那個東西 那那個東西裡面還包含了哪些你知道嗎 包含 規劃我們推動部落聯絡道路 復原改善 河川水利整治 土石防災設施 安全堪與部落的整治跟簽建等 對那個那個 那個 我說那個方案 裡面裡面的預算有沒有用到公務預算 有沒有有沒有包含公務預算 有沒有包含一些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是沒有 那公務預算呢 你怎麼不敢回答 有沒有公務預算 許檢院視察你在這邊說話都要負責任了 你剛剛說有編列四年五百億 那請問一下法院依據在哪裡 就我們核定一個建設方案 建設方案是編在園民會嗎 這筆錢 沒有交通部也有 各部位 所以他是公務預算嘛 你如果說是特別預算 你們違法 都沒有條例都沒有通過你如何編這個預算 你們主機是不是這樣編錢的 請你舉實以報 我想 我們今天 在這邊 你數次的這個回答 真的有一點快要激怒我們 但是 我想 本席不怪你個人啦 因為我覺得一個 他裡面的一個精髓 你沒有 你沒有去了解 因為 整個四年五百億是 建構在一個謊言之下 他畫了一個很漂亮的大餅 但是實際上 卻是 東湊西湊 拿原來有的 湊在一起 弄出一個五百億給大家看 所以今天我們才會特別 提出這樣子的法案 要政府來落實 好 說到要做到 不要做一個 鼻子很長的政府 那所以 我想在這邊 也特別跟 主席 請求一下 就是 因為 本席有提案嘛 那 因為程序委員會那邊弄錯 把我的案送到這個 財政跟內政聯繫 所以 我們在審的時候是不是 可以用修正東一的方式 我的整案可以一起來 來審議 沒問題 其實今天有三個案 一個是成英委員的案 一個是廖國棟委員的案 那麼廖國棟因為今天 也不在現場 那所以是不是 請兩位委員 請我們內政委員會的 這個同仁 在禮拜一的時候 提出修正動議 然後我們就一併來審 OK 好 謝謝 我想 我想還剩下一點點的時間啦 圓民會的效率一直都是 都 我覺得 這要怎麼講 委員 每次都是都是 都是很 我們 我們 要的 要的資料 我曾經等過一年 曾經等過一年超過 然後才拿到回覆 而且那回覆還是 不清楚的 委員這個 這一年我們也一直 我也一直在努力 來讓 圓民會的 動能 能夠加強 你還是我想 我們對很多同胞的 情況 我們也都了解 我自己還是很有自信 跟耐心 我不太感受得到 今天講的這些 你講的那個動能在哪裡 而且 你上任之後 還有那個 錯誤更多的就是 很多的這種 有一些 比如說活動申請案件 或者其他 地方政府的 各級政府的 一些申請的 補助的案件 你們常常都是弄錯 害得人家就是 本來今年度可以 處理掉的預算 結果又偷偷拖到 明年 然後明年又再錯一次 我自己經手的案子 我就 曾經 連錯兩年過 然後就一直在 Delay 而且你們連最加 最基本的那個 加減成儲 都快不會算了 我覺得真的是 非常糟糕 怎麼會這樣呢 這麼簡單的 一個 一個人家的 陳情 或一個 人家一個申請案 你們都這樣子搞不清楚 報員我想 如果那些具體的案子給我 讓我知道 我會一直有這樣的要求 我就是已經給你知道 那個慢了兩年 我就是很 很怕 這樣的 批評越來越多 對他們也很大的打擊 所以如果委員那個 我去弄清楚 如果是 有一些可能是 地方政府 你們弄錯的 然後我們 立委要去面對選民 然後要我們來承擔 我們為什麼要去承擔 你原民會的錯誤呢 這是你們自己內部的問題啊 所以如果委員那個資料 如果給我 我去 我去跟他們道歉嘛 我覺得 原民會的 當然 你負責 如果是我們的錯 我一定去 對啊 我現在講這個問題 我看那個其他單位來的 都在偷笑 我知道啊 委員 很丟臉耶 所以偷笑的人越來越多啊 所以我也很希望 趕快把這個 污名把它改善 你們過去曾經有一個主委 在帶領原民會的時候 人家說 好不容易這個 這個原民會有 有像一點 有開始像一點部會了 然後後來換了以後 又走樣 我希望 你 目前還在位 能夠在家把勁 會會 一定努力 謝謝 謝謝